光清陽樹已經發布了陸上颱風警報 今天一大早基隆的正兵漁港 涌入超過50艘的漁船停泊 另外在必殺漁港 還有人是直接請來吊車 將船隻調到岸上安置 一大清早施工人員全副武裝 站在升降機上 拿著噴槍對準山壁 進行噴槍作業 這裡是基隆的朝進公園 日前發生大規模山崩 造成交通已度中斷 這回凱米颱風來勢洶洶 就怕強烈雨勢會造成惡毒坍塌 施工單位緊急派人捕牆 同樣沿正一帶海有漁民船隻 從22號晚上海警發布後 好幾艘的漁船 紛紛暫停捕漁作業 進入港口停泊 並用繩索架於固定 光是一天之內 基隆的正兵漁港 就湧入超過50艘的漁船 海巡人員也在岸邊來回巡邏 不讓民眾靠近水域 就怕強烈風勢會對船艇造成損壞 必在漁港遊艇碼頭23號上午 約有43艘大小漁船 直接請來吊壁 將船隻從水中拉起 並提供在岸上 而一整排的漁船放在陸地上 也讓路過民眾幾乎連連 加上7月24號 恰巧時逢大潮 基隆港區內的水位將會逐漸上漲 海巡署3000噸級的巡防救難艦 宜蘭艦 西居128 和新竹艦 西居5002 也都進入基隆港壁台 這會漁港船隻 全力防台 小心應對 記者有眾部報導